理财APP 行政院提高单身婚育组租屋补贴 每个月最高5000块 有条件限制吗 台湾租足不少 但租金透明度却相当低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实价登陆3.0吗 如果没有办法买房子收租的话 可以投资REITS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 住商不动产期验室徐嘉欣经理 嘉欣你好 行政院扩大租物补贴 每个月最高5000块 听起来很不错 补贴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先请嘉欣来说明一下 有没有条件限制呢 好 其实我们就像 像刚主持人提到 确实在租物补贴来说 是蛮诱人的 现在的补贴的租金来说 是每个月3000到5000 如果说是单身的青年的话 他的补贴的补贴是2600到4000 那如果说是 那他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是说 我们过去其实会补贴大概 婚育家庭 就是可能家头有小孩的家庭 那现在这次补贴的话 他会分成两块 一块是单身 就是20到40的单身青年 另外一块是婚育家庭 就是结婚两年之内 没有小孩 或者是说你育有未成年子女的 他都可以在这个补贴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当然他会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可能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所得 他会根据每个县市的一个状况 他会有一些落差 比如说像是那个 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像是台北市来说的话 你只要凭许每个人的月收入在 41450块钱以下 那新北市的话在36650块钱以下 那就可以申请到这样子的一个租补贴 那当然这次内政部还有一个 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厉害的 也不是整理宣导了 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房东 不愿意给房客设护体 所以其实只要就是护体地 你不用设在租人的地址 你只要在同的县市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是单身的青年的话 你只要有这个县市的就业证明 那其实也就可以去做一个申请了 是这样听起来 三四万块以下就可以申请 不同县市不一样 那不过过去租补贴 每个月只有2600块 现补助提高条件呢 也似乎是不是有比较放宽呢 对因为其实最主要放宽的部分来说的话 是单身的这一块 那当然单身的这一块来说 收入的部分我们就不说 他收入确实是也比以前稍微宽了一些 那当然单身的部分 因为过去的租物补贴来说的话 他对于单身跟家庭的 所谓的申请的条件是有限制 他对单身的申请是比较严格 比如说他之前他的一个条件都是要40岁以上的一个单身族群 才能够去申请这样的补贴 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就会哀嚎说 啊我这个政府是不是有单身歧视 为什么要等到40岁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 现在变20到40岁 对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的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的话 是相当大的一个帮忙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 过去的一个婚育家庭 当然成家的这个补助之外呢 他甚至有把它放宽到结婚两年之内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所谓刚结婚的新婚的家庭来说的话 他也其实是有助于他们所谓的一个居住水平的一个提高 是 嘉欣你预期新的这个租物补贴申请会很踊跃吗 我觉得应该会比过去更好 因为其实很多人 过去已经很好对不对 我过去其实我那时候去就是那次不开会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承办讲他们申请的状况 我们有点意外 那如果说是2018年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替划的户数的话 大概是6万9千多户 那但是有7万多户去申请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很多的民众他只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他其实会去做申请 所以如果说是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规范的话 我们认为应该他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民众 特别是单身的青年 他们应该会比较积极的去申请 所以是不是项羽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会一些 但是因为他有排付条款 所以其实可能在这种所谓的收入稍微高一些的人来说的话 他或许在申请上面就会稍微困难一点 这个我们会比较提醒就是 民众如果说你有兴趣去申请的话 其实内政部的网站你可以看到相对比较多细节的一个资料 那甚至于他们也有一些电话询问 我们觉得可以就个案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去做一些询问 是提提到租金的部分 官方的租金指数十年来涨幅只有6.8% 可是一般租屋族感受好像更明显一些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其实我们的观察是说 当然第一个一般的租屋族来说感受更明显 因为他会有一些个案的落差 就是我们整体的事况 看起来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可是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南北全国的一个总平均 所以你会没有办法 就是他的一个涨的幅度 可能没有个案表现那么明显 那当然我们的观察是说 其实高总价的租人 他事实上在租金的一个涨幅上面 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 可是对于一些所谓的低总低价格的亚房 或者是套房的话 他的涨幅就像有一些业主 他们甚至于涨到一两层以上 所以其实很多的租屋感受特别明显的原因是说 因为现阶段来说需求人增加了 那供给已经少了 所以涨东涨租 那那个压力就会出来 是 现在有人在推动实价登陆3.0 那这个实价登陆3.0 如果推动的话 会不会造成房东的成本租金上涨 跟着让租金水涨船高 其实我们会认为 如果说以实价登陆的状况来说的话 像实价登陆里面有两个 大家比较care的问题 一个是预售物 那另外一个就是租金的部分 那因为当初在实价登陆租金的时候 他们有要求 他们在设限上面就是 你只有透过房仲业者出租的案件 你才需要去做实价登陆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 他们就自己去做登陆了 那当然政府也没有办法去做集合 所以其实实价登陆的案子上面 大家会发现到网站上面的租赁 的租金 它会相较于市价来的高一些些 那参考的价格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多 那未来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去做全面性的租金揭露 当然会是一个好事 可是因为有很多的房东可能会担心 就是他会跟国税局的查税的系统去做勾集 所以其实如果说查税系统做勾集的话 因为我们所得税可以追5到7年 有些房东以前没缴税 他也会担心 那当然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他可能就会去做调整租金了 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如果要推动这个市价登陆3.0 应该也会有一些阻力 对不对 其实一定会有阻力 那当时光是说像预售屋的一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线上或代销 他们认为在所谓的即时揭露上面 会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压力 那所以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那当然租的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确实市场上面不缴税的房东实在太多 所以如果说之后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全面性的登陆的话 房东会有相当大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可能在推动上面来说的话 也会直接影响到这种所谓的一个推动的进度 是刚刚提到房东 一般老百姓不见得做得起房东 因为买房子蛮贵的 如果说买房子收租金的话 可能也是要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般老百姓可能可以透过一个商品 叫REITS来分享租金收益 嘉欣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REITS是种什么样的商品 但可以分哪些种类 好 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 REITS它的那个概念 你会把它想象上 我们这样讲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是 封闭式的共同基金 或者是像是ETF那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ETF我们可能是投资很多家的股票 但是REITS的一个标的物它就是不动产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以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一个共同基金 那个逻辑就是说我今天我可能是一个大房东 我也许是某一个财团 那我今天也许我在这个几个所谓的不动产的标的里面 我把它全部去做一个包装 然后把它切成小份的一些权利 然后卖给外面的一般的一个投资人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你可以用个比较低成本的一个资金 去参与不动产上面的一些投资 那现在来说的话 大概有三种REITS 一种叫权益型 权益型的话就是说 我可能我赚的是这个不动产投资的经营的这个 这个直接的一个费用 就是有可能这个标的如果说它租金涨了 那我可能在收益上面就很漂亮 那像目前市场上面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一个产品 另外还有一种是 它不是投资房地产本身 那它是投资给就是房地产开发商 或者是房地产经营者 那这种是抵押型的REITS 那这样子的东西来说的话 它是相对比较少的 因为它主要收入来源是利息 跟这个所谓融资借贷的一个手续费 那另外有一种的话 就是混合权益型跟抵押型的两种这个业种 那当然它除了做经营一些不动产之外的话 那它还做一些放款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型来说的话 现在台湾市场上面比较能够买得到的 还是权益型的REITS 是 REITS是不是直接在股票集中市场买就有了吗 对 但是REITS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台湾的一个REITS上面 它会很担心就是民众投资可能会赔大钱 所以其实它们会有一个所谓限制 就是如果说它在募资之后的那个范围 你可能就是想要再买 比如说我可能看了A的REITS觉得还不错 那我想要再去做投资 你就等要有人试出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做进场 这样流动性不是很不好吗 对 那这个是你如果说是以投资REITS来说的话 现阶段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也就是台湾REITS市场热不起来原因 对 那当然这个来说的话 因为台湾人其实就是追求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那台湾的REITS大概就是2%3%左右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那对于有一些就是投资人 他可能会期待就去追求一些更多 因为你在股票市场上面 你确实可以找到5%以上之利率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在比较之下 他会觉得说可能好像他去投资一些 相对比较稳健之利率型的一个股票 比较理想的一个原因 是在台湾你刚刚提到这个REITS的殖利率可能没那么高 或许是在股市之下 那投资REITS它到底有什么优点 或者是说它有什么风险存在 其实投资REITS有几个好处 就是因为第一个它事上它是跟这个所谓房地产市 就跟股票市场其实它是有这种所谓的互补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资产的一个配置来说的话 REITS是一个选项因为它可以去做比较平稳的一个资产配置 那因为它投资的标的是不动产 所以它本身也有一些抗通膨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在选择性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台湾其实政府会比较期待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操作 所以它比较你比较少听到就是说可能有一些REITS 它会出现一些结构性风险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就是说因为先天涉及的一个关系 确实它可能在弹性跟效率上面稍微差一些些 所以就是台湾的REITS它风险或许没那么高 但是它的殖利率也没那么高 对所以坊间会有些人去投资海外的一些REITS 那有一些海外有一些投资的REITS它可能是用港币啦美元啦 或者是用其他币别去做一些投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除了年殖利率之外 你的这个汇率的一个风险可以也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 是我听说过去12个月以来台湾的REITS的殖利率大概在2.5以上 可是呢全球跟日本REITS是将近4% 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异 那我也知道说台湾有些REITS到后来会标售出清 相信这样对投资人有好处吗 其实当然标售出清的话 简单说就搭分钱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台湾的一个REITS之前 他们有一些状况 其实最主要的状况就是台湾的一个商用的租金长期不涨 那但是价格租金不涨 可是房价有涨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经营者来说 因为长期的绩效都是相对比较低 可能投资人本身也不是这么满意 所以后来就会采取所谓的一个把标的出去做一个出售 那当然节性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这几年来说的话 其实商用的一个租金有渐渐的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业主 他可能他们最近又开始重新在招募一些租金 那招募一些所谓的一个REITS的一个标的 那当然我会觉得其实以台湾的一个REITS来说的话 如果拿我们跟日本比了 我们的一个不动产的标的可能相对会稍微少一些 因为我们限制在办公室 百货商场 住宅跟这种商务住宅跟旅馆里面 那像日本的话 他们还可以投资住宅啦 物流啦 长照中心这一类 所以选择比较多 那当然在这种状态之间 因为他们不动产也相较于台湾 更接轨过激 所以其实在获利的一个部分 就像刚刚主持人你提到的 可能表现的状况就会比较强势一点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住宅不动产现是徐嘉欣经理 我们所提供的分析 谢谢嘉欣 谢谢 拜拜